本片最聰明之處,就是電影公司董德找來影后Julia Roberts去主演電影 否則以導演如此故弄懸虛,大賣關子的手法 若是換作其他電影的話,不者相信只看了開手的半個小時 已經會決定放棄看下去了 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不者沒有看過小說原著 自難分辨導演改編得怎麽樣,善以電影成績而論,全套片只堪稱其騙 導演借Mesmael以一種極其靜態的手法去交代一場隱藏的大災難 話說女主角一家四口,於假期跑往長島的豪華別墅中度假 第一天變怪事貧生,全世界出現大停電 角色對白用上妙補教這個字來形容 但官乎那所別墅燈火通明,電力充足,只是眾人不能上網而矣 跟著到了晚上,一雙穿著禮服的神秘婦女突然來訪 自稱為大屋的真正主人,因外面世界混亂非常 故此要求留宿一宵 電影便是如此推進下去,女主角夫妻二人 跟著相怪婦女不停交換意見,猜測外面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看戲過多的不者忍不住手索呼腸 回憶起以往看過的電影 而作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假設 有的甚至比四個主角們所想的更加匪夷所思 例如在《破天荒》之中 大自然向不停破壞地球生態的人類作出反擊 甚至連溫存的大陸跟紅學也向人類進行報復 著,其實全片的調子,跟人 《Night Shyamalan》以往的作品,如《破天荒》、《Nog at the Cabin》等十分近似 故此不者頗感奇怪,電影公司為何不直接找他來執導本片呢? 或如一些講述陰謀論電影如連鎖陰謀 碰巧該片也是由Julia Roberts所主演 《Boon》 講述這個世界原來一直存在著影子政府 於此刻決定向美國開戰 那雙婦女原來是Trespass女的雌雄大賊 寄予屋內貴蟲物品 蓄意破壞屋內的所有通訊設備 值此方便運進屋子女 或如電被盡搬 他倆原來是企圖入侵地球的外星人 霸心人仍來謀害這一家人 跟著碰到飾演Julia Roberts丈夫的Ethan Hawk 隨即聯想到由他所主演的國定殺陸日The Purge 順勢聯想到劇情可能講述美國人突然群起作亂 四周大事殺陸 最後更可能像未來戰士The Terminator 本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經發展至遠超人類 認為後者只屬於地球上的寄生蟲 應該將這害蟲滅掉 以免浪費資源 其實按本片之劇情疑論 此可能發生的機會最大 但結果導演卻以極其緩慢的步伐 花了超過一小時的篇幅來講述夫妻二人 如何對這對陌生人 由高度戒備狀態到慢慢跟其交心 甚至並肩作戰之過程 據世無為地描述出來 其實大可以刪掉半個小時以上此類情節 但對整體劇情卻作用不大 又或許導演視相值本片反映出 現代人類若再失去網絡的世界下 會如何的苦惱及無助 但官服戲中六個主要角色 卻頗懂得苦中作樂 外邊世界即使大亂 他們仍有興致在屋內玩砌木跳遊戲 喝酒、跳舞 對陌生女孩產生性懶想 就連收集食物、日用品等 當務之急也懶得去趕 於是不且唯有一直硬停下去 看看導演最終胡佬女賣什麼的藥 插至最後五分鐘 女主角之小女兒放於地下室找到了終極答案 卻發覺不外如是 而導演亦懶得再以對白去作 進一步的交代或者解釋 就此以歌曲作結 絕對屬於反高潮 只是奇怪 Julia Roberts最初為何會接拍本片異議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庭 謝謝